Tierre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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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同學早安 冬天來了 所以有時候 都搞不清楚幾點是T2TM 看起來都可以繼續 繼續再休息的感覺 那還好天氣還不是很冷 所以非常感謝同學們能夠繼續參與我們的課程 那今天非常高興我們進入了 從上個禮拜開始 我們就有比較是法律方面的說明 那我們上個禮拜從美國的食安法的發展 還有他們的管理系統 法規方面 龔老師給了大家一個起步的介紹 有同學反應說法律的概念 第一次認識好像真的有點複雜 那我們今天又有一位法律的學者老師 來為各位繼續的解說 而且這次講的就比較 完全是我們國內法律的應用 所以我不知道同學們有沒有認識到 我們的學務長陳聰木教授 其實他就是法律的專家 那他的現職跟同學最有關係的 總理很多同學平日的事務 不管你有沒有感受到 就是學務長 但是他也是實際上專職是 台大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的教授 然後也參與了不同領域的合併 這句其實大家都看到 我們的每位台大教授 基本上他的服務成面 跨的領域都相當的廣 好 陳學務長陳教授 他是我們台大法律系的傑出校友 因為他是第一名畢業於台大法律系的 而且是律師高考第一名 你知道這個是錄取率很低的 然後在美國紐約大學取得法學博士 碩士是哈佛大學 所以各位雙碩士 而且是公費留學 好 那陳教授的經歷 大家可以在這裡看得到 還有許多的獎項 另外也有許多的著作 今天老師就特別帶了他的 不管是編輯或著作的書籍來給同學 所以今天陳教授要為我們說明的是 非常實用性應用性的法律的概念跟應用 是食品瑕疵與危害的法律責任 好 請各位同學用熱烈的掌聲來 歡迎我們今天的講的 謝謝老師 好 各位同學好 好 我們今天要上的是 管理食品瑕疵的法律責任 那我有去看了一下 我們台灣的實案法的特色 大概著重三點 一個就是業者的自律 那希望說食品業者要實施自主的管理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由第三方來集合 那麼集合的 尤其是由各縣市的主管機關 那他可以對業者做集合 那業者是不能夠迴避的 那另外也是鼓勵一般人的檢舉 那這樣子的食安法的特色 在很多的法律的相關的著作裡面 是認為不足的 那我今天帶的這一本是一個 台大法學論從 那他在 那時候我們食安最嚴重的時候 在2015年11月 就去年11月就出了一個 論論的主題 就叫做食品安全 那裡面就包括很多以歐盟 的規範 然後來檢討台灣的食安法 還有關於犯罪所得的沒收 以及消費者團體訴訟的問題 那麼當然除了這個 台大法學論從有這個專論之外 那在雜誌 我們這個商業性的雜誌 也做過 各種雜誌都做過很多的專題 在探討食安法律的問題 所以食安法律的問題 其實是很嚴重 而且涉及這個層面 非常非常廣泛的 那並不是我這一個小時 就這兩個小時 就能幫各位介紹完 那我只能夠Focus在 食品安全的這個瑕疵 導致的訴訟的問題 那麼我去看了一下 各國食品管制 跟食品安全的體系 他大概著重的是這幾個層面 這七個層面 包括要建立一個 食品安全法規跟標準 還有要有這個風險評估 跟管理風險的官方機構 那我們在台灣 我們的衛福部 就有一個食品風險評估治癒會 那其他各國也都會有一個 食品安全的實驗室 還有食品安全執行的官方單位 那麼尤其在我們台灣 是所謂的食品安全匯報 它在行政院底下 那麼在其他國家 有所謂獨立性的食品安全委員會 那在其他國家 也有所謂的食安警察的單位 那麼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那麼除了這些官方單位之外 當然還有食品安全的風險的溝通 還有這個相關機構的協調合作的機制 管理跟緊急因應的機制 以及訓練的機制 那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各國食品安全的 它的整個安全體系 它所涉及的層面非常之廣 那麼第一個重要的就是食品安全法規的訂定 還有它的標準 那食品安全法 各位如果去看我們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它大概有60個條文 那層面都非常的廣 那麼在這個食品安全管理法裡頭 除了設置相關的 規定一些相關的機制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這個 所謂的食品安全匯報 還有那些主管機關之外 那麼除了這些機構的規定 那麼它最主要是在規範那些查核檢查 那如果你違反的時候 會導致什麼樣的法律效果 所以食品安全管理法 我們在法律上把它叫做行政法規 那這些行政法規 它最主要是在管制人民的行為 那所謂的人民當然是包括 這些公司行號 在我們法律上也是一般的人民 那這些公司行號的管制 行為都全部在歸納在這個行政法規裡頭 所以它就有各項行為的管制 那麼在我們食品瑕疵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條文就是第15條 它就規定說食品或者食品添加物 如果有下列的情形之一 不可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 主存、販賣、輸入、輸出 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所以你看它只要有下列任何一個情況的時候 它的所有的行為都被禁止 它的禁止的行為是很多的 不只是你不可以加工製造 你連運送、阻存、包裝都不可以 都全部會被取締 所以它的行為 它打擊的層面是很廣的 就是只要有下列這些食品 你什麼事都不能做 包括公開陳列都不可以 所以它所禁止的行為其實是很廣泛 那這些行為 哪些東西這些食品會被管制呢 比如說這裡的變質腐敗 那有毒或者含有毒人體健康的物質或異物 那燃有這個病原性的深入等等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們經常看到的 最近在吵的就是受到這個放射能的污染 含量的超過安全容許量 那這個就是最近在吵這個日本 這個河安的這個食品到底能不能到台灣來的問題 那就是涉及到這個管制的問題 這個食品安全衛生法就在規定在這裡 那麼在台灣發生最多的問題的 包括等一下我們要講的 塑化劑、啟雲劑等等 那這些都是涉及餐位或者假冒 餐位或假冒 那當然我們看到報紙上有很多報導 關於食品的超越有效極限 那商人又把它改貼 這個日期改一改 那就重新再賣出來 那這個行為也很多 那麼此外呢就是添加 這個衛京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的添加物 那這個也是經常發生的事情 那麼這三款呢是在 我們剛剛講的我把它highlight的這三款 大概是在我們 食物上比較常發生 而且管制比較集中的 那麼在 如果你違反了這個規定 15條的規定到底會如何 那各位同學我們要有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所謂的法律責任 一般人在講的法律責任、法律責任 什麼叫做法律責任 其實所謂的法律責任 在我們法律上有三種責任 那這時候呢他同時三個責任會併發 會同時發生 那所謂的行政責任指的是 行政機關對於 違法者他所謂的處罰 這個叫做行政責任 那所謂的刑事責任 就是呢 這個 刑事 法院 他會對 這個犯罪的人 予以處罰 所以所謂的刑事責任 無謂就是我們一般人所認知的犯罪 犯罪行為 所以 如果有違反 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食品有餐位 假冒的時候 也會涉及刑事責任 那最後一個是 明示責任 明示責任等一下我們會講 包括契約責任跟侵犬責任 那明示責任最主要是在談說 如果你的食品 有這些 餐位 假冒或者有毒的時候 導致人體受害 健康受損 那這時候會發生所謂的損害賠償責任 也就是賠錢 也就是賠錢 所以這個是 所有 我們一般人所謂的法律責任 他所發生的三種類型 就是行政責任 刑事責任 還有 明示責任 他要達到的目的都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行政責任 那行政責任要達到的目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 用行政法的處罰方式 來約束這個違法的當事人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衛生管理法的第15條 他有這個參衛或假冒 這是我們最近最嚴重的嘛 那參衛或假冒的時候會怎麼樣呢 那依照這個同法的第41條 他就規定說 那這時候如果有參衛或假冒 行政機關 行政主管機關 他可以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 停止販賣 並且封存 這個產品 所以就讓你不能出來的 他就是把你停住 而且依照第44條 他會命這個業者歇業 就是你不能再做了 停業 停業一段期間 廢除登記 登錄 就把你的登記證 許可的登記證廢除掉 讓你再也不能做食品 比如說今天豆干出問題 我就把你廢除登記 你再也不能做豆干了 那你的這個有出的問題 我把你廢除登記 你再也不能自由 那並且可以處罰款 6萬到1500萬的罰款 那麼這個是行政處罰 而且呢 依照第52條的規定呢 他還可以把這些假冒 餐位的這些食品呢 把他末路銷毀掉 這些東西呢 全部不要了 那麼這種命令 業者呢 停業歇業啦 把他廢除登記啦 甚至末路銷毀 這個就是典型的 行政處罰的方式 還有包括罰款 就罰錢 罰錢 那麼這是所謂的 行政責任 所以行政機關 其實所謂的行政責任 就是行政機關 他有的那個 power在哪裡 他有的權力 他有的這個武力 工具在哪裡 他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這叫做行政責任 那麼第二種呢 叫刑事責任 刑事責任我剛剛說的 就是犯罪 也就是說 你如果違反這個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的時候呢 是會有罪責的 是有罪責的 那這個第49條 他就規定 他說有這些情況 就是我剛剛講的 第15條的這些 偽造 仿冒 衛造 餐衛 假冒 或者是這個 有毒物質 或者添加物 非法添加物 那這時候呢 會被處 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並且科 8千萬以下的罰金 所以其實是責任是很大的 就是你如果有這些 假冒 餐衛 或者添加 這個非法的添加物的時候 是有可能被抓去關的 可以被判 7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麼情節比較輕微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拘役或科或病科 800萬以下的罰金 那接著他說 如果犯 這個前項的罪 因而導致人死亡的時候 也就是有人 如果食用這些有毒的食品 以至於死掉了 哇那這個就會更重 這個可以處 5期徒刑 7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以病科 2億以下的罰金 所以這個金額就會變很大 那如果重傷的時候 是3年到10年的有期徒刑 得科 1億5千萬以下的罰金 所以各位同學可以看得到 其實我們規定的刑事責任 不可謂不清 其實很重的 所以你有故意犯罪的時候 你幾乎就會有7年以下徒刑 甚至到5期徒刑到7年以上有期徒刑 就可以判15年 20年 所以這個責任是很重的 那即便你是過失犯的時候 那也會被判2年以下的徒刑 或6百萬以下的罰金 所以刑事責任的特色是這樣 刑事責任跟民事責任的最大不同是什麼呢 除了他處罰的刑事不同 比如說我剛剛說的刑事責任就把人抓去關 還有課與罰金 這個非常的重 那另外有一個最 民事責任跟刑事責任最大的不同是 刑事責任是從加害人的觀點去看的 所謂從加害人的觀點去看就是 你可以看在刑事責任的時候 他目的是要懲罰加害人 還有嚇阻加害人從事不法行為 因而他在定這個刑度的時候 各位你可以看我們的法條 你就可以看第1項 這個49條的第1項 他定的是一般的故意行為 第2項是說如果你故意行為導致人家死亡 或者重傷的時候 你罪就會更重 那第3項是過失 而你過失犯的時候就會比較輕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刑法的基本的架構是什麼呢 他是罰故意犯 例外的時候罰過失犯 而且故意跟過失的刑責有重大的不同 重大的不同 所以他是以行為人的行為來看的 所以我為了要防止你 所以你故意的行為我要處罰重一點 那如果你過失的行為我就處罰輕一點 而且我可以告訴各位很多 就是說犯罪行為的過失 過失犯是不法的 過失犯是不法的 但是在這裡呢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是連過失也要罰 只是說他行度比較輕一點而已 那這個是刑事責任的特色 可是等一下我們看民事責任就完全不一樣 民事責任呢 民事責任我剛剛說過 民事責任最主要是在賠錢 在賠錢 賠被害人所受的損害 所以在民事責任的時候他不會去管 加害人到底是故意還是過失 他只管被害人所受的損害有多大 被害人損失100萬我就賠你100萬 被害人損失50萬我就賠你50萬 他不會再去管加害人到底是故意或過失 去製造這個不良的有瑕疵的食品 他是不管的 好 請說 請問一下故意跟過失的階級是差在哪 故意就是你明知這個犯罪事實 而且你有意的去做它 比如說你明知說這個是有毒物質 我故意把它加到這個食品上面去 那這個叫做故意 他是個intent 就是明知而且有意而為之 或者即便發生了他都在所不惜 他故意的 那過失不是 過失是我們一般人講就是不小心 就是我不小心我沒有注意到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小心的 比如說今天他去買一個東西 買人家的這個原料來 然後加到食品去 他不知道說原來這個原料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就是過失 所以故意跟過失 故意就是我有意為之 那過失是我不小心讓事情發生 那我沒有要讓它發生的意思 那這樣會覺得到是責任的問題嗎 對 那到底有沒有責任 可故意跟過失 所以我剛剛不是解釋過嗎 我說如果你是故意的 在刑事責任的時候 你的罪責就會很重 你看他是七年喔 最多可以判到七年 那如果你是過失呢 最多只判兩年 我就說這個假裝他可能是過失 可是他應該有責任要去注意到這件事情 那他怎麼建議 那就是過失啊 還是沒有過失嗎 對他 應該要去驗謀這個東西 或是要確定問題 對任何人都有 都有這個避免侵害他人 避免傷害他人的義務 所以你製作食品業者 你也有避免傷害他人的義務 任何人都有 所以這個義務是存在的 那再來才是說 我到底有沒有故意要讓它發生 或者我不小心讓它發生 那你當然會問我說 那如果我明明可能知道 那我管他的 我就讓它發生好了 那這個也有可能會被認定是故意 這個我們法律上就分成 所謂的直接故意跟間接故意 就是你不明知 但是你覺得讓它發生也在手不惜 那這樣就可能會被認為是故意 那麼這是故意跟過失啊 在刑事責任上呢 它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那我剛剛講說 這樣子的區別 在明示責任是沒有的 在明示責任的賠償 是從被害人的觀點 被害人有多少錢 我就賠他多少 不管你是故意也好 過失也好 沒有差別 這是刑事責任跟明示責任 一個很重要的區別 好 那這種刑事責任呢 我們這邊有規定 還有呢 除了剛剛講的刻意刑者之外呢 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49條之一 他說如果犯本法是罪呢 因犯罪所得的財務或財產上利益 應該發放給被害人 那不問啊 犯罪行為人是否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你財產全部扣押起來 所以我們的 其實就我們的刑事責任來看呢 其實是很重的啦 你可以可能被課以刑責 你可能被課以罰金 你看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罰金 這麼高 兩億 一億五 這麼高的罰金 然後接著呢 你的財產可能被扣押 這個責任是很大的 好 那剛剛我們講的是刑事責任 所以當然台灣的商人很奇怪 就是他們不怕賠錢 只怕被關 那所以呢 經常大家都認為刑事責任是最重要的 那各位我們台灣社會有一般人 有一個想法就是自亂是用重點 自亂是用重點 所以好像罪責越重了 就越能處罰這個行為人一樣 我昨天在大計程車的時候 我聽到有一個廣播 有一個人在主張talk show 那他說他當 我不知道他是誰 那他說他當過立法委員 那他在批評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又發生有人去污染河川 那污染河川 他說那法院抓到了之後 竟然之後 說你這個非常不應該 你河川把人家污染 那怎麼辦 那最後只判了 最後只判了 我記得只判了三年 那他就在批評法院說 法院你把人家罵成這樣子 竟然只判三年 實在是太輕了 所以他建議說 以後如果有人排放污染物質到河川 以至於危害人體健康的時候 應該修法 他說以他當立法委員的經驗 他主張修法 把他刻意什麼行者 判處於無期徒刑或死刑 我聽的時候嚇一跳 各位同學一般人聽了 大家覺得很高興說 對對對這種人就應該抓出去砍頭 把他刻意無期徒刑或死刑 最好把他關起來這樣 然後永遠不要出來 最好把他槍斃掉 其實各位同學要有一個觀念 就是當我們的刑事責任那麼重的時候 第一個問題是他真的有嚇阻作用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你們所不知的是 當我們的刑事責任如果都判很重 尤其他跟你規定說只要抓到這個人 比如說我們隨便講 剛剛這個食品安全衛生 你去想想看 假設今天有餐位有假冒 比如說我們以前看到的頂薪案 這些案子 假設他的處罰的規定是說 抓到的時候就馬上處無期徒刑或死刑 看起來很好 可是我告訴你 法院判不下去 法官判不下去 所以你單純用立法說 判那麼重 希望來嚇阻這個犯罪行為 目的能達到嗎 我告訴各位 答不到 因為這個重點是不是足以治亂式 本身就有疑問 接著是那麼重的刑者 法官判不下去 而法官判不下去的結果是什麼 是法官會盡量的不要判 其結果是那樣子的刑事處罰的規定 反而用不到 這個是大家所無法想像的 但是事實上就是這樣 法官判不下去 好 那麼這是刑事責任的問題 接著我們要看明示責任 也就是如果今天你有這個有毒的食品 或者說你有餐胃不食假冒的食品 導致人家受損害怎麼辦 那明示責任就在談你如何來賠被害人 如何來賠被害人 那如何來賠被害人呢 我們法律上的責任呢 明示責任又分成兩個 一個叫契約責任 另外一個叫做侵犬責任 這是兩個最重要的明示損害賠償的責任 那這兩個責任呢 我要分別來告訴各位有什麼不同 明示責任的第一個叫做契約責任 契約責任指的是說 如果你跟對方訂一個契約 然後對方賣給你的東西是壞的 比如說你今天去跟菜市場買一個蘋果 蘋果是爛的 或者說你去跟這個雜貨店買一個花瓜 假設是隨便說 假設是魏勇花瓜好了 結果魏勇花瓜裡面是腐敗的 那這時候你怎麼去主張權利呢 這時候你可以去告賣你的人 告賣你的人 那賣你的人是誰 就是那個魏勇花瓜的販賣人 比如說那個早後店的老闆 你可以告他 因為你有跟他訂契約 所以呢 你告他就可以主張契約責任 你可以要求他賠給你 損害賠償 好 那接著我們現在的人都一定會想到說 那我除了去告這個 賬後店的老闆之外 各位還會想到去告誰 如果你買到的一個花瓜是壞的 你還會想到告誰 上游 上游是誰 蛤 批花商 好 批花商還有呢 在上游是誰 生產者 生產者嘛 就是 威勇花瓜的製造商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說 請問你有跟 這個 威勇花瓜的製造商 當然威勇花瓜很好 我只是舉例而已 威勇花瓜從來沒有任何瑕疵 不然都要這個露營出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訂契約 你們知道嗎 你們跟製造商有沒有訂契約 沒有啦 你怎麼會跟他訂契約 因為他在哪裡你都不知道咧 所以其實你跟製造商是沒有契約關係的 所以你去告這個製造商要用什麼呢 就不是用契約責任 要用侵權責任 要用侵權責任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法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各位要記得 如果是跟你有契約關係的人 你就用契約責任去告他 損害賠償 如果有一個人導致你損害 而你跟他沒有契約關係 你要告他呢 你就是用侵權責任去請求損害賠償 這是這兩個責任的最大的區別 這樣清楚嗎 好 接著在這裡 接著我們就來看契約責任 契約責任它就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很有趣的問題是 各位我們想一個問題 今天有一個花瓜的製造商 他製造了一大堆花瓜之後 他就賣給了這個雜貨店 經過經銷商 經銷商就到了雜貨店 對不對 到了雜貨店 你去買這個雜貨店買這個花瓜的時候 請問那個花瓜的老闆 他知不知道這個花瓜壞掉 假設你買回來 一打開吃一吃肚子痛 壞掉了 吃一吃肚子痛 裡面有 裡面有毒物質 或者有細菌感染 然後 尤其是細菌感染 各位想想看 那個雜貨店老闆會不會知道 不會吧 你會不會想像說 希望雜貨店老闆 把每一個花瓜都打開來吃一口 然後覺得他OK 沒有事情 然後才賣給你 他會這樣做嗎 不會嘛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你們也不買了對不對 消費者也不買了嘛 所以消費者買了這個花瓜 裡面有毒物質或者有微生物感染 那買的人吃壞肚子之後 他去告這個出賣的雜貨店的老闆 雜貨店他知道嗎 請問雜貨店有沒有過失 雜貨店有沒有過失 想想看 雜貨店有沒有過失 你覺得呢 沒有你覺得呢 嘿對啊 那請問他沒有過失 他要負責任嗎 也就是他不是故意的 他連過失都沒有 那他要負責任嗎 所以你們就覺得說 算了他不要負責好了 那他不要負責你怎麼辦 告廠商 那如果今天那個廠商呢 是一個山裡面的 不曉得在哪邊的一個小廠商 鐵皮工廠製造商 然後賣完東西他就跑了 那你怎麼辦 那這是一個最典型的案例 在我們的契約責任最典型的案例就是 請問這個時候這個雜貨店的老闆 他都沒有故意過失的時候 他到底需不需要負責 他到底需不需要負責 那在這裡呢 我們就有 法律上就有兩個條文 一個呢 叫做不完全給付的條文 這是明華227條的規定 他說如果是可歸者於債務人的私有 自為不完全給付的時候 債權人呢可以呢 依照什麼給付不能 給付吃鹽的規定行使權利 意思就是可以請求損害賠償的意思 也就是說意思是可以解除契約 請求損害賠償 換言之如果你今天買到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壞的 是有瑕疵的 這種叫做瑕疵給付 買到的蘋果是爛的 買到的腳踏車呢 出的鈴聲不會響 其他地方都會響 那這種就是有瑕疵的誤 那如果你跟你的朋友 買到一輛腳踏車真的是出的鈴聲不會響 其他地方都會響 那你怎麼辦你就用這條去告他 你要這條的結果是什麼 是第一你能夠解除契約 第一個是這樣應該是說 第一個你能夠請求他呢 修理這個瑕疵 比如說腳踏車鈴聲不會響 你要修到會響 其他地方都會響 你要修到其他地方都不會響 那這個呢叫做修補瑕疵 所以第一個你可以請求他修補瑕疵 第二個就是如果他不修補瑕疵的時候 你可以解除契約 所以說那我不買 那解除契約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你把這個腳踏車突然給他 他把錢還給你 那這個是解除契約 那除了解除契約之外第三個損害賠償 什麼損害賠償呢 比如說你買的這輛腳踏車買了500塊 結果另外同學看了很喜歡 他希望出550塊跟你買 那你已經說好了 結果呢 因為這輛腳踏車有瑕疵 你解約了沒有買到 以至於呢你本來轉售可以賺50塊錢沒有賺到 這個可以要求對方賠你 所以當一個物品有瑕疵 不管是我剛剛講的腳踏車有瑕疵 或者說你買到的食品有瑕疵 你買到的蘋果是爛的 你買到的蘋果裡面是有毒的 買到的食品是有毒的 這時候你可以怎麼樣 我剛剛說了 第一你可以請求修補 這個補正瑕疵 第二個他如果不修補 你可以主張解除契約 把東西還給他錢要回來 這是解除契約 那第三個如果你有什麼損害 你還可以要求賠償 要求賠償 那接著呢這個227條第二項還說 如果這個有瑕疵的給付 導致其他損害的時候 那這時候呢債權人 就是那個買的人 還可以要求其他的賠償 這是在說什麼呢 這是在講說 如果今天買過來的物品 你出到肚子裡 這個有瑕疵的食品 吃到肚子裡 導致你身體健康受損 所以你去看醫生 那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你支出了醫藥費 比如說你支出醫藥費2000塊 那你可以要求他 賠你這個2000塊 這個就是所謂的 法律上所謂的加害給付 加害給付 所以你買到的東西 本身有瑕疵 你可以解約退還給他 把錢要回來 然後呢這個物品導致你身體受害 那你可以呢請求加害給付 就是對於身體受害的這一部分 還可以再請求損害賠償 那麼甚至呢 如果你今天買回來的這個食物 是有毒的 或者被細菌感染的 而你把這些你買回來的食品 跟其他你原本 有的食物放在一起 結果讓你其他的這個食物 都全部被感染 本來你買回來的食品 細菌被感染你當然可以退回來 那結果呢你放到你原本 電冰箱裡 結果你電冰箱的其他食品 全部被感染 那怎麼辦 那其他的食品全部被感染 你就可以用這一條 說這個叫做加害給付 你還是可以要求他賠償 這一個其他冰箱所有的物品損害 都可以要求對方賠 這個叫做加害給付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契約上的責任 在保護那個買獸人呢 是很周到的 讓買獸人有各式各樣的權利 包括我剛剛說的 第一個權利請求修補瑕疵 第二個權利解除契約 第三個權利請求損害賠償 而且這個損害賠償還包括什麼 包括我們人體受害的損害賠償 還有包括什麼 包括你其他財產 因為這個有瑕疵的食品 而被感染的損害賠償 全部可以要求賠償 看清楚嗎 所以其實你可以要求賠償的範圍 還蠻多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食品的買獸人 依照契約法可以擁有的權利 擁有的權利 好 那這裡227條這種契約 責任不完全給付 就是這裡所謂的不完全給付 他這個他有一個要件叫做要可規則於債務人 那什麼叫可規則於債務人 就是我們剛剛講說你去跟一個 一個雜貨店老闆買一個花瓜 結果花瓜裡面是被感染有毒的 細菌感染 那你要去告這個賣你的人的時候 你怎麼去主張說他是有過失呢 所謂的可規則就是這個出賣人有故意或者過失 我剛剛講的故意指的是你明明知道這事情會發生 你故意讓他發生 猶豫讓他發生 或者他的發生的不違反你的意思 這樣都叫故意 就是包括你猶豫讓他發生 或者事情讓他發生 損害讓他發生 不違背你的意思 這樣都會變成故意 那過失指的是說你不小心讓他發生了 雖然你內心不想讓他發生 可是你沒有注意最後還是發生了 好這個叫故意或過失 可是我剛剛問你們說 那這個雜貨店的老闆 賣你的這個老太太 他有故意過失嗎 大家都說沒有沒有沒有 這沒有故意過失 所以如果沒有故意過失看起來是不可規則 所以這個要件就不符合 我們法律人很有趣 我們法律人在看這個文字的時候 在看這個法律規定的時候 是一個要件一個要件看的 只要認了一個要件不具備 就不能用 像這個條文要件是什麼 就兩個 第一個要可規則 第二個要不完全給付 所以呢 我們剛剛講有食品有瑕疵 這是構成不完全給付 那我們還要看另外一個要件 是他可規則於債務人嗎 就是可規則於出賣人嗎 那我剛剛問你們你們都說 那不可規則啦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一件事情是 我剛剛那個例子啊 有一次呢 我在司法院跟法官上課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這個例子 我說各位法官 在我舉的這個例子裡頭 你會不會判這個雜候店的老闆要負責 所有的法官都說會 會負責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最高法院說 我們最高法院說 當你一個出賣人賣東西給人家之後 如果導致對方發生損害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你賣的食品是個有瑕疵的食品 是一個餐胃不食 假冒的 或者被細菌感染的 或者有毒的 或者有什麼添加物的 非法添加物的 當你賣給人家 而導致人家損害的時候呢 法律上就推定你要負責 推定說你這個賣的人要負責 除非賣的人能舉證說 我是不可規則的 不然的話你是不能免責 所以法律上原則上 推定你賣的人就要負責任 不然的話 除非你能舉證說 我是不可規則 好那回到我剛剛那個例子 我剛剛說 那個老太太 早餐店的老闆說 我沒有故意過事啊 我舉證我不可規則啊 可是 我們最高法院不是這樣說的 我們最高法院說 一個出賣人 要舉證到他不可規則 必須舉證什麼 必須舉證說 這個事情損害事故的發生呢 必須是由於天災地變 由於戰爭 由於法令的改變 或者由於是買售人自己的行為 除了我剛剛講的這四種之外 全部都被認定出賣人要負責 所以出賣人能夠舉證說 我這個賣的花瓜 這個早餐店老闆要舉證說 我賣的這個花瓜被細菌感染 是因為天災地變 怎麼舉證啊 是因為天災地變呢 是因為剛好有一道 強風吹過使得他受感染嗎 這個裡面的微生物被感染嗎 或者說因為剛好一個地震 讓他會感染嗎 他要舉證到這個 所以幾乎不可能 所以變成都要負責 都要負責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些救濟方法 是都可以用的 另外更有一個條文 就是明法354條 他是這樣講 他說物的出賣人 對買售人應該擔保 在危險移種你買售人的時候 沒有蔑視或減少其價值的瑕疵 沒有蔑視或減少其通常效用 或契約一定效用的瑕疵 這個規定在法律上叫做瑕疵擔保責任 什麼叫做瑕疵擔保責任 用一句話講 就是我一個食品的出賣人 比如說我剛剛舉的例子 說雜貨店的賣花瓜的人 雜貨店賣花瓜的這個老太太 當他賣給你一罐花瓜的時候 依照這個354條的規定 他必須拍胸脯 保證什麼 保證這一個花瓜 不會有所謂的 蔑視或減少其價值的瑕疵 也就是說 這個蔑視或減少其價值指的是什麼 就是市場價值的貶損 如果你今天一個花瓜 他竟然受到微生物感染 那他的市場價值有沒有減損 有啊減損了啊 而且他拍胸脯 擔保說除了市場價值不會減損之外 還沒有蔑視減少其通常效用 或契約預見效用的瑕疵 各位想想看 這個叫做 後面的這一段話呢叫做 使用價值的貶損 使用價值的貶損 也就是今天一個食品的出賣人 他必須拍胸脯 擔保他賣的這個食品 他不會有市場價格的貶損 也不會有使用價值的貶損 什麼叫使用價值的貶損 就是不會有 必須要符合契約的 必須要符合物的通常效用 比如說各位同學你想想看 今天你買到一個花瓜 那他的通常效用是什麼 吃啊 那如果你買了一個花瓜是不能吃的 是被感染的是有毒的 那他能夠達到他的通常效用嗎 他就不符合一個花瓜的通常的效用 或者說我們那個食用油 喝了之後假設會中毒 他就不符合一個食用油的通常效用 或者契約預定效用指的是說 如果當事人之間有契約特別約定說 我這個東西要做什麼用 那他就必須符合那個效用 這是看看當事人有沒有那個約定 那比如說 假設今天約定說 我吃了這個食品之後啊 我就 百毒不清 然後呢 可以跑到這個 非洲繞三圈都不會被感染 不會被感染 非洲最嚴重的是比如說瘧疾 不會被感染 你敢這樣子說嗎 如果你們當事人約定是說 對喔 我買這個東西吃了之後 就百毒不清 不會受虐疾感染 然後呢 去歐洲跑 非洲跑三遍 沒有事 那這個就是你的契約的 預定的效用 那這時候你的出賣物 就必須擔保符合這個契約預定效用的 這個品質 那所以 依照354條呢 他就在規定說 一個出賣人 一個出賣人 他依照354條他就拍胸脯 擔保 他賣的食品 不會有 使用價值的減少 不會有市場價值的貶損 有發生這些事情 他全部負責 他全部負責 那麼這個是354條 那怎麼負責呢 359條就說 如果買賣物有瑕疵的時候 那出賣人要負擔保責任 這個出賣人要負擔保責任 意思是354條這個責任 是一個無過失責任 這是一個無過失責任 是一個法定的擔保責任 我們法律人常常講 就是 如果我們只要用到 法定擔保責任這幾個字的話 這代表是一個無過失責任 所謂無過失責任是 你沒有過失 你要負責 因此 我剛剛說的 那個賣你花瓜的 這個 這個 老太太 賣你花瓜這個老太太 那麼他 即便沒有過失 依照這個規定 還是要負責 因為這是一個法律規定的責任 那負什麼責任呢 這時候 這個買的人 他可以解除契約 或請求減少價金 這就是解約或減價 減少價格 就是說如果東西還可以用的 那我就減少價格 不能用的我就解除契約 除非解除契約顯示公平 那就只能請求減少價金 所以基本上他可以解除契約 請求減價 而且360條說 如果出賣東西缺少 出賣人所保證的品質 的時候 或者呢 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瑕疵的時候 也可以請求損害賠償 所以這個是360條規定 所以跟我們剛剛講的 債務不履行 那個不完全幾乎很像 就是可以解約 可以請求減少價金 可以一定的條件底下 可以請求損害賠償 可以請求損害賠償 那這360條 好那我剛剛講的這個叫做契約責任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叫做侵權責任 侵權責任是沒有184條規定 侵權責任我剛剛講的 侵權責任跟契約責任最大的不同是 他是在 對於 導致你損害的人 而這個人 竟然跟你沒有任何契約關係的時候 這時候你可以去告他的損害賠償 就是依照這一條 184條 所以今天如果你買的食物 買的食品有瑕疵 那是一個第三人轉送過來的 你告他 你跟那個第三人沒有什麼契約關係 你就是用侵權責任 那侵權責任呢 最明顯的例子 我們一般人最常用的就是交通事故 我們交通事故 你跟路上那個人沒有契約關係吧 那碰到路上的人撞到你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請了損害賠償 或者是 但是在我們台大經常發生 我經常看到的就是同學們騎腳踏車 互撞 那同學們 因為我們台大的同學騎腳踏車的速度 比我們開車的速度還要快 而且 而且 而且這個在過 我看同學們在過那個 野嶺大道的時候 從來不看後面有沒有車的 從來不看兩旁有沒有車 然後就一路撞過去 所以 經常我看到的時候 會有看腳踏車互撞在一起 那這互撞在一起 而發生的損害賠償責任 就是侵權責任 因為你跟你相撞的那個人 是沒有任何欺慰關係的 那這時候你就要184條 所以這時候 那個加害人必須有過失責任 那如果說這個加害人故意 以違背善良風俗的方法 加損害他人也要負責 那更重要的是第三個 就是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 導致損害的時候要負賠償責任 但能夠證明行為沒有過失不在此限 那這個規定 第三種侵權責任的規定 對食品 因為食品受害的被害人是有幫忙的 因為食品 我們的食品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食品安全管制法令 很有可能會被解釋為就是 保護消費者的法令 那如果保護消費者的法令 導致人家受害的時候 比如說你 吃了這個食用油導致受害 或者說等一下我們要看著說 吃了這個 什麼飲料 裡面的塑化劑 真的導致損害的時候 那這時候呢 法律就要推定那個賣的人 推定那個製造的人有過失 除非製造的人能夠證明他沒有過失才不用負責 那我們法律上經常有一句話 叫做 舉證之所在 敗訴之所在 誰舉證誰就會敗訴 為什麼 因為舉證很困難 那舉證很困難 以這個侵權責任來看 各位同學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侵權責任的類型去 第一個責任的規定去告 加害人的時候 你必須證明加害人有故意或過失 這時候是很難的 是很難的 我舉一個例子 各位想想看就知道多難 假設今天齁 你在高速公路上開車 結果呢前面有一輛 中有的油罐車 在路上跑 結果跑到一半呢 你就跟著他後面開 跑到一半那個油罐車爆炸 那爆炸你會怎樣 你煞車 煞車就真的沒事了嗎 可能你煞車來不及就衝上去 或者你煞車之後就不就丟到 就跌到那個高速公路下面去 你就會受傷 那你受傷你這時候就跑回來 去告那個開車的人 很不幸那個開車的人被燒死了 那你去告中有公司 中有公司說 你證明我哪裡有錯 那為什麼呢 因為依照這個第一個侵權行為的規定的話 你要證明他有過失喔 然後他就告訴你說 我們這個司機呢 昨天晚上睡得很飽 沒有這個疲勞駕駛 然後我們這個司機呢 在開車之前 有受過這個酒精測驗 他也沒有喝酒 然後我們這輛車呢 是每天每個月都維修得非常好 有維修紀錄 所以做得非常perfect 請你告訴我我哪裡有錯 那當你這個被害人沒有辦法 舉證他有過失的時候 你會敗訴 因為舉證之所在 敗訴之所在 你要舉證他有過失 你沒有辦法舉證他有過失 你就敗訴 這個叫做舉證責任 那第三個這個規定呢 他的好處是什麼 他是先推定 加害人有過失 如果你是違反把握他人是法律的時候 他推定你加害人有過失 除非你加害人自己舉證我沒有過失 那加害人怎麼去舉證他沒有過失 所以以我剛剛那個例子 假設我們是推定中有公司有過失的話 這時候中有過失導致你損他 原則上就要負責 除非中有公司舉證他沒有過失 他才不用負責 這個叫做第三項的 維修保證他的法律 所以這是一個 所以第一個這個責任 我們把它叫過失責任 第三個責任我們把它叫做推定過失責任 就是推定加害人是有過失 除非加害人舉證你沒有過失 所以這個是對加害人 對被害人保護比較周到的 那請說 剛剛這樣的情況下 會不會講說公眾 我們以第三個條文來用的話 然後中間的公眾就像 叫做剛才你說的 駕駛怎麼樣 車怎麼樣都沒有失 那這樣他會被遷責嗎 很有趣的是在我們實務上 只要是用到推定過失責任的話 幾乎看不到那個加害人可以舉證成功的 所以大概加害人都被判定要付損害培養責任 那還會有人用第一條嗎 有啊 因為第三條的話 第三種這種侵權責任 他必須有一個保護他人之法律啊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個 中油油罐車爆炸那個案子 就找不到那個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啊 我剛剛是舉例的方便說 那個例子如果用上去會怎麼樣 但是在那個例子裡面是不能用這一個的 因為他沒有保護他人之法律 所以他這個必須有保護他人之法律才能用 那不然的話原則上要用第一個 所以我們的侵權責任 比如說各位騎腳踏車跟人家互撞 你用的就是第一個 而不是第三個 那我剛剛在說明的是說 我們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他有可能會被認為是第三個 保護保護他人之法律 那這樣的話 那消費者贏的機會就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消費者要去打官司 吃到瑕疵食品去打官司 你可以試著用第三個來主張權利 贏的機會比較大 好那我剛剛講的這個侵權責任 那剛剛謝老師有跟我討論一個問題 我覺得很好 那我想謝老師會有這個問題 我想同學們也會有相同的問題 就是比如說什麼最近在炒的六清 那六清呢導致於說很多人都說附近的人都得了這個腫瘤 得了癌症 那請問這樣請求損害賠償會成功嗎 到底有誰來舉證 那其實這種問題呢 跟我們等一下要講的食品 瑕疵有瑕疵的食品 你吃了之後 那你要去請求損害賠償 同樣的問題啊 或者是說藥品 在我們法律上有看到很多有趣的問題就是藥品 藥品吃了 那結果呢 這個一二十年後才發生損害 請問這樣要負責嗎 在美國有一個最有名的案子 叫做DES 那個案子是什麼呢 是美國在1970年代很多藥廠 它賣一種藥叫DES 它是什麼藥呢 它是防止墮胎的藥 那防止墮胎的藥很多婦女都吃了 結果吃完了之後都沒事 也因而安胎 達到安胎的效果 那這個安胎藥呢 看起來沒問題 吃了媽媽也沒有問題 可是很不幸的是 這些所有的婦女生下的孩子 男孩子沒有問題 女孩子到了十幾歲的時候 就得了很嚴重的疾病 然後呢 有些是癌症 那於是呢 那個訴訟是怎麼打的 是在1970年代大家吃藥都沒事啊 一直到了1980年代到90年代 他才開始發生問題 就是這些小孩子 這些女生的小孩子 開始發生問題 所以他就去告藥廠 說我媽媽吃了你的藥 因此導致我這樣 得了非常嚴重的疾病 請求損害賠償到底可以嗎 那類似這種公害事件 藥害事件 食品傷害的案件呢 他很大的麻煩在哪裡呢 在於雖然我剛剛在講說 這個侵權行為 如果用剛剛第三種規定 來解決的時候 那這時候呢 是由家愛人來舉證免責 不然的話家愛人就要負責 可是我在談的都是 故意過失這個要件 我們侵權行為法呢 侵權行為責任 除了故意過失要件之外呢 因為那個被害人 不管是要害的公害的被害人 或者要這個食品傷害的被害人 他必須舉證幾件事 他首先必須舉證 第一 這個家愛人有家愛行為 第二 他受有損害 那第三 這個家愛行為跟損害之間有因果關係 他必須先把這三件 事情給舉證完了之後 那再來才去 舉證到底 第四 這個被 家愛人有沒有故意過失 那家愛人有沒有故意過失 我剛剛講的就是 看舉證責任 怎麼分配 那你去想想看 我剛剛講的要害 公害事件 食品傷害事件 你說他有家愛行為 有啊比如說公害事件 他在飄啊飄啊飄出很多那個 就是 微粒子啊空氣污染 你有家愛行為 第二個損害 你的損害在哪裡 你的損害在哪裡 如果是在公害案件 你說有啊我得了癌症 或者說 在食品案件 等一下我們就看到了 食品案件在台灣 處理的問題是那些什麼 起雲劑 或者說頂性的食用油 請問你喝了你的損害在哪裡 你會發現說糟糕啦 我們台灣的訴訟啊明日訴訟裡頭啊 這原告都敗訴 為什麼敗訴 他沒有辦法說明他的損害在哪裡啊 或者說你喝了一口 這個健康飲料 裡面有塑化劑 然後喝了一口 法官就問你你的損害在哪裡 然後你說我的損害就是覺得 內心充滿的悲傷 或者內心充滿的惶恐 或者我內心充滿的緊張 這個中心能當損害嗎 這就不行 所以這是損害的問題 所以你要先證明損害 那如果你在這個食品傷害案件 你沒有辦法證明損害 對不起你就敗訴了 第三個是 你即便證明加害人有加害行為 比如說賣這個食用油的行為 等等 或者說呢 這個空氣污染 你製造空氣污染 你有這個加害行為 而且你真的有損害 假設是這樣 第三個問題是你的因果關係呢 因果關係最困難的就是我剛剛講的公害 跟藥害 因果關係非常難得證明 非常難得證明 所以呢 我剛剛舉的那個DES那個案子 美國的法院一開始都一直駁回 駁回駁回駁回 因為他說你沒有辦法證明因果關係 你怎麼去證明你媽媽 你媽媽在十幾年前吃的藥 就是那個藥廠的藥 DES的藥 證明不出來 因為那時候藥廠很多家 一二十家在賣這個藥 你怎麼證明你證明不出來 公害也是 你怎麼去證明這個污染 這件事情會導致你說你得了癌症 因果關係怎麼證明 那當然這兩個 就這兩個案子的話 後來美國法是發展出來說 那個DES案件非常有趣 他就說好 今天有一二十家賣這個DES這個安泰藥 然後這個受害的這一群小女孩 這一群teenager 這些年輕少女 他們就和諧一起告 他告誰呢 告其中啊 這個最大的藥廠六家 他說當年就是你們這六家 賣的最多賣了百分之九十五的 安泰藥 後來美國法院在一個案子裡頭 他創了一個理論 創了什麼理論 是叫做市場佔有率的理論 來解決因果關係沒有辦法確定 他說市場佔有率理論是什麼 就是說 你們這六家佔有的市場百分之九十五 你就賠百分之九十五 此外不賠 那這是一個非常creative的一個因果關係的一個做法 為了就是要解決那個要害事件 公害呢 公害的污染的事件 因果關係難以確定它的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我們的經驗的科學裡面 沒有去說清楚怎麼樣的污染會導致這種損害 沒有辦法去說清楚 這個跟我們汽車駕駛人去撞到人 或者各位騎腳踏去撞到人不一樣 大家都知道 以我們的生活經驗知道說 你把人家撞到了當然他會受害 這個是我們大家有這個經驗事實 我們有這個經驗可以confirm的 可以肯定的 但是污染沒有啊 所以怎麼辦 所以在法學上就會創造出一個理論 叫做疫學的因果關係 疫學是什麼 就是你們自然科學裡面的那個免疫的那個疫 疫學的因果關係就是用大量的統計數據 來證明說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那把這個經驗事實說得夠清楚 法院認定 OK 這個經驗事實可以被認定 他就會判你演 對 就是流行病學 對對對 就疫學的因果關係就是流行病 用流行病學的方法 然後來說明這個經驗的事實是存在的 那經驗事實存在 那就可以建立他的因果關係 那這是法學上解決的一個辦法 所以因果關係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好 那麼這個是我們剛剛提到 舉證責任的跟這個侵犬責任的要件 補充說明給大家了解 那如果構成侵犬行為的時候呢 親愛人家的身體健康 那被害人呢 雖然不是財產上的損害 也可以請求非常相當的金額 這個是在講說 如果你今天瑕疵的商品 瑕疵的食品 導致被害人的身體健康受損的時候 這時候身體健康受損的被害人 他除了請求那個醫藥費的支出的財產上損害之外 還可以請求什麼 精神痛苦的損害賠償 所以這一條是在講精神痛苦的損害賠償 文化法律上呢 又把它叫做衛福金 衛福金的賠償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消保法也有規定 消保法規定的第七條 在規定製造商的責任 製造商 我剛剛講的你買花瓜 那個花瓜的製造商 依照消保法第七條呢 他必須 他這個商品呢 必須符合當時的科技或專業水準 可以合理期待的安全性 如果你沒有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 可以合理期待的安全性 對不起 企業經營者就必須付連帶賠償責任 除非 即便你沒有過失 你還是要負責 所以消保法它是為了保護消費者 消費者對商品製造人 我剛剛講的 花瓜的製造人 你去請求他損害賠償的時候 即便那個製造人沒有過失 還是要負責 所以這個責任是一個無過失責任 這是現在全世界都是這樣 所以全世界都規定 商品製造人責任 是一個無過失責任 我們可以追到製造人那邊去 那第八條是在規定經銷商的責任 經銷的人 今天經銷來賣東西的人 他有推定過失責任 所以經銷商也要負責 要負責 所以你告的時候可以告製造人 也可以告經銷商 那也可以告出賣人 那出賣人就依契約責任 那經銷商跟這個商品製造人 就可以用消保法來告 那第九條是在規定輸入 商品的企業經營者 就是進口商 進口商也要負責 而且進口商負的責任 也是無過失責任 所以你可以看為了保護消費者 他可以 消費者可以告的人很多 他可以告出賣人 他可以告進口商 他可以告經銷商 他也可以告製造商 他可以一路可以告上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複雜的這個 一個連鎖 但是這一個很複雜的這個商品流動的 連鎖呢 連鎖關係呢 那為了保護消費者 所以消保法規定他全部都可以告 一路可以告到底 那消保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定 是大家要了解的 這個叫做懲罰性賠償金 什麼叫懲罰性賠償金呢 各位同學你一定看過報紙 看過說啊 在美國 有很多的訴訟 他呢 賠償金額非常的巨大 一次賠兩億賠幾億 賠償訴訟非常的大 我舉一個例子 我記得好幾年前 有一個人在那個紐約地鐵啊 搭地鐵的時候 不小心呢 竟然被那個地鐵撞到 非常嚴重 受傷非常非常嚴重 重傷 結果後來法院判他什麼 因為他已經重傷到 就是一輩子要終身躺在床上 就是判他呢 除了醫藥會的支出之外 要再判給他兩億美金 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那同樣呢 一個美國最有名的案子呢 就是有一個老太太 她去買那個 麥當勞的 這個什麼 咖啡 熱咖啡 結果沒想到呢 這個麥當勞咖啡呢 太燙了 結果呢 這個老太太燙到 燙傷 燙到了手 所以她就去告 麥當勞說你要賠給我 那各位想想看 一個手被燙傷的 你的醫藥費大概是多少 了不起讓你 美金兩百塊好不好 一千塊 假設他很貴 一千塊 美金 可是在那個案子裡面呢 法院判給這個老太太 除了判給他支出的醫藥費 一千塊之外 再判給他 懲罰性賠償金兩百萬美金 兩百萬美金 所以 這個案子有趣的地方是 他判完之後 大家就想說 那我趕快去麥當勞 買咖啡來喝吧 那最好是燙到 最好是燙到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要求 這個懲罰性賠償金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 是要告訴各位就是 懲罰性賠償金 它是什麼 是 那他總知道那個燙到 是因為咖啡燙到的 他有啊 他有舉證就是說 我真的買到 就燙到大家都看到 他有舉證成功 對啊 就是大家都看到就是燙到 咖啡 那我燙到的 那當然這個案子 後續有一個很有趣的發展 就是 就是這個案子判完之後 英國的老太太也想說 那我去麥當勞買個咖啡吧 於是他就買個咖啡呢 然後就把他坐著 要喝咖啡的時候 把這個咖啡放在 大腿上 就當放在大腿上 當然咖啡就會倒嘛 倒了之後 大腿受傷了 然後他就一樣起訴 請求法院 然後就說my lord 我的法官啊 請你呢 比照美國的法官吧 說你看 美國的婦女呢 被這樣燙到的時候呢 就兩百萬的美金 當懲罰性賠償 那我要求一樣 兩百萬英鎊 你判給我吧 結果呢 英國法官就問他說 你說什麼 你把你的咖啡放在大腿上 是真的嗎 他說是啊 是真的啊 結果英國法官呢 就拿起這個法錘一錘說 本案啊 判決啊 原告敗訴 他說以一個理智的人 不會把一杯那麼熱的咖啡 放在大腿上 你是存心要讓他倒的嘛 所以後來那個婦女就因而被燙傷 而沒有得到賠償 那這個是一個有趣的案子 那我要說明的就是 懲罰性賠償就是在你的 固有的損害之外 他要外加給你的 為什麼外加給你 他的目的呢 是為了要懲罰那個企業經營者 說你這種事情不能再讓它發生 要嚇阻這種不法行為 所以今天如果你的食品是有瑕疵 而你用這個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 去打訴訟的時候 你除了要求你支出的這個費用之外 這個損害之外 你還可以要求他一筆 懲罰性賠償金 那這一筆懲罰性賠償金是多少呢 他說如果企業經營者是故意的話 那消費者可以要求5倍的 以下的懲罰性賠償金 如果是重大過失可以要求3倍以下 如果是單純的過失可以要求1倍以下 的這個懲罰性賠償金 那這個是一種額外的賠償 那大家應該要了解 好 那我們的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56條也特別規定說 如果這個食品呢 業者違反我們剛剛講 加上這些不該加的東西啦 假冒啦 餐位啦 那導致損害消費者的時候 要付賠償責任 而且他是退訂過失的責任 他這條規定就是退訂過失 那麼消費者如果有精神上的痛苦 非財產的損害的時候 也可以請求相當的金額 就是我剛剛講的衛福金 可以請求衛福金 那如果消費者不能夠證明 實際損害的時候 也可以請求依情節的輕重 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財幣500元以上 30萬元以下計算的損害 所以即便消費者沒有辦法證明損害 你還可以拿到500到30萬之間的損害賠償 所以他是目的呢 是盡量來保護食品的消費者 好 那底下我們就來看幾個實際的案例 實際的案例 第一個案例呢 高雄地院這個案例呢 是製造商他是被告 那我們都知道 他是在賣這個所謂的益生菌 那益生菌呢 裡面有塑化劑 那有塑化劑呢 他是一般我們在買的人 現在買這種東西呢都在那個藥局 都在藥局買 那藥局就如同我剛剛舉的 買花瓜的那個 什麼啊 早貨店一樣 早貨店一樣 所以是在藥局買的喔 這是出賣人 那被害人呢 就說 我吃的這個什麼益生菌有塑化劑啊 那你要賠我咧 賠我 所以呢 這個原告呢就是請求 依哪一條 依剛剛講的消費者第七條 第八條 就是依照那個製造商跟那個經濟商 剛剛這一條就是製造商跟那個經銷商 依製造商跟經銷商的規定 請求退還貨款 一萬兩千九百塊 還有精神賠償九萬塊 這個是原告提出來的喔 那麼這個消費者保護法裡面喔 可不可以去請求那個 這個退還貨款呢 這個就是 單純 你先不要去看判決的時候啊 其實你要先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 今天一個買的人 原告是買的人 原告他買的人 他本來可以告這個出賣人 就是藥局 這個 我要先跟各位說明一下喔 他請求的東西叫做 退還貨款 退還貨款這種事情啊 必須依契約法來解決 依契約責任 所以你要請求退還貨款 你告的對象應該是藥局 而不是製造商 因為你跟製造商之間呢 沒有契約關係 不能夠告退還貨款 你告製造商呢 你要告的是損害賠償 就是你有什麼損害 你可以要求賠償 像這裡的精神賠償 那這個是用明法來告的 所以你看法院的判決是什麼 是原告敗訴 為什麼 第一個他說被告不是契約當事人 被告你告的是誰啊 是這個製造商呢 製造商跟你沒有契約關係啊 所以你怎麼可以要求他退還貨款呢 你必須去告契約當事人 所以 從這裡各位同學要有一個觀念 就是什麼呢 法律上我剛剛解釋的那個制度 有這麼多種 明示的損害賠償 他就有分成契約責任 有侵犬責任 然後契約的責任 又分成說有 不完全給付的責任 還有那個擔保責任 瑕疵擔保責任 那侵犬責任又是一種 所以你看他有這麼多種 那我們法院很有意思喔 我們法院在打官司的時候是 你原告如果主張錯了 我就判你敗訴 那你說奇怪啊 法官如果明明知道我很可憐 為什麼不判我贏呢 因為很簡單 原告呢 法官不能替當事人主張權利 因為如果法官可以替當事人主張權利的話 那會形成不公平 因為法官不曉得哪一天去想到 為哪一個當事人主張權利啊 他可能為被告主張權利 也可能為原告主張權利啊 那怎麼辦 所以法律禁止 法官呢為當事人主張權利 因此在這個例子 法院就說原告敗訴的企業中 第一個原因就是 被告不是企業當事人 你怎麼可以請求那個退了的貨款呢 第二個你看 就是我說的 原告沒有吃這個東西沒有損害 你只買到東西然後就看到說 啊糟糕這個有塑化劑 所以就去告那個製造商 你要去告製造商啊 這個製造商的責任 我剛剛講的 消保法的製造商的責任 或者經銷商的責任 他的前提是什麼 他的前提是 因為你使用這個產品 導致你的身體健康受侵害 身體健康受損害 如果你買了一堆東西都沒有吃 像他這個益生菌買來都沒有吃 然後你每天拿來拜拜 給神明吃 那受害的不是你啊 是神明啊 你怎麼可以告呢 不是我開玩笑的 你們都覺得不好笑 對啊你都沒吃啊 那你就拜拜而已啊 拜拜而已就還沒有吃啊 那你又沒有說有身體健康受損害 你怎麼可以去主張這個 消保法的規定呢 所以消保法的規定 他基本上 他的性質是一個侵權責任的規定 而消保法這種侵權責任的規定 他必須你身體健康有受損害 否則你去告是沒有用的 你說我已經買回來 拜神明拜了好幾天了 那你就請神明去告 你千萬不要自己去告 不然你會敗訴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啦 你沒有損害嘛 那第三個就是沒有人格權受害 就是我剛剛講的 沒有身體健康受侵害 因為身體健康就是人格權 所以既然沒有 所以你這些要求都不行 那沒有人格權受侵害 你當然不可以要求精神痛苦的賠償 什麼叫做沒有人格權受侵害 不能要求精神痛苦的損害賠償 精神痛苦的損害賠償 我剛剛講的就是胃乎菌 這種胃乎菌的賠償 前提是你有身體健康受侵害才可以 你不能只單純講說我買到一堆貨品 比如說在市面上最常發生的是 你買到什麼健康食品 就健康食品呢 買回來之後才聽說 這個健康食品根本沒什麼用 吃了之後只會傷心 只會傷心然後不會健康 那你說我好傷心喔 我買到了也很傷心心痛 心痛的感覺能請求威武軍嗎 反正叫不可以 你就好好留著自己心痛 好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我們看新北地院的例子 這個被告是輸入進口商 輸入商品的進口商 他輸入什麼 雀草兒童奶粉 雀草兒童奶粉裡面竟然有三聚氰胺 那三聚氰胺你就跟誰買的啊 藥局大家都這樣 那買了這個之後呢 就請求說 依照剛剛規定的 明華的這個規定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瑕疵擔保責任 然後消保法的規定 你這個進口商 我就用消保法的侵權責任 第七條第九條 請求什麼呢 請求賠償購買奶粉的價金 你看吧 他又說請求賠償的這個價金 請求賠償賠償金就是我剛剛講的 所以他買的時候是買一萬六 為什麼一次買那個 雀草兒童奶粉會買這麼多啊 會喔 雀草兒童奶粉這麼貴 滿貴的啊 大概是他要養孩子 一次買一萬六也會不會太多了吧 分次買喔 好吧 分次買 買一萬六 然後他就賠償賠償 他跟他乘三倍吧 有沒有 他跟他乘三倍 那就要求四萬八 你看 所以他就兩個都一起來 好 那這個案子呢 法官判決啊 原告也是敗訴 那敗訴呢 第一個 他說這個三聚親愛 沒有超過這個WTO公告的標準 是安全的 安全的 然後呢 微量的三聚親愛 對人體沒有危害 所以不是瑕疵 所以 你看嘛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要去證明啊 他這個 有加害行為 結果法官認定說 他賣的這個東西 裡面有三聚親愛 他不是瑕疵 因為你吃的又不會怎樣 所以不會怎樣 那就不是加害行為啦 那不是加害行為 對不起你就敗訴啦 法官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我剛剛不是說嗎 你要告對方的時候 你第一個要證明他有加害行為 第二個你要證明你有損害 第三個你要證明有因果關係 第四個你要證明他有故意或過失 這都要證明啊 少一個都不行喔 少一個你就敗訴了 我們法律人呢 非常嚴格的 少一個都不行 而且接著他說 原告給物的對價 不是瑕疵所剩的損害 所以你給的錢 這時候你能告的是什麼 是那個出賣人 如果他真的構成 那個瑕疵擔保責任的時候 你只能告出賣人 那所以他特別講嘛 他說被告又不是出賣人 你今天被告是告誰啊 告進口商耶 那進口商跟你有什麼關係 進口商你用這個明華這個 354、360條根本告錯了 因為明華這個瑕疵擔保責任 是契約責任 契約責任必須跟你有契約關係 而你去告那個進口商 跟你根本沒有契約關係 跟你有契約關係的是誰 是藥局 所以你要去主張 這個瑕疵擔保責任 354條、360條 你只能去告藥局 那你去告進口商不能用這一條 你只能用消費者保護法這一條 這樣大家懂了嗎 所以你看這原告就是隨便告 就是反正看到條件就抄上去的意思 所以這個就錯了 這是錯了 這前面這是契約責任 後面是侵權責任 那契約責任要有契約關係 所以你看人家法官說的對啊 說那被告又不是出賣人 你幹嘛去用那個契約責任去告他呢 那原告是商品製造商 但是他那個產品 含有三區清安的奶粉 是符合當時科技水準的 所以不能告 敗訴 好 好可憐 原告都敗訴 第三個 第三個是台北地院的案子 這個被告是誰呢 被告是好多人 他這個很好玩喔 為什麼很好玩 他這個是故意來鬧的 他去統一超商 就是我們7-11 去買一瓶保健運動飲料 然後呢 他說 剛說就說保健運動飲料裡面有素化劑 所以他就告誰 告同一公司 然後接著又告誰 衛生署 說你沒有建立有效的食品衛生查核系統 所以我要告你 請求國賠 然後又告誰 工業局 為什麼呢 因為你核發食品什麼GMP標章 所以他全部告 他請求什麼 第一 請求財產上損耐賠償25塊 為什麼請求25塊 他就保健一瓶 所以他就是去買保健一瓶 然後拿奶喝一喝 然後我就來告你 告什麼 我喝掉25塊的這個保健 運動飲料 然後財產上損耐賠償1塊錢 我精神很痛苦 你只要賠我1塊就好 看起來是不太有痛苦 所以才會只要求1塊錢 然後呢 接著要刊登判決的在新聞紙 表示你的歉意 這叫做道歉啟示 那道歉啟示呢 我們現在法律上是 如果你親愛人家的這個名譽權 那是可以要求道歉啟示的 那他就這樣要求 那在這個案子 對不起法官也是判原告敗訴 你喝了1瓶就來打官司 這什麼意思呢 當然法官有很多的理由 在技術上的理由 他說這個呢 這些什麼DINP啊 DHP啊 這我不要是什麼東西 他說根本沒有被公告為有毒化學物質 那第二個說原告你喝了1瓶 會有什麼健康 身體健康受損嗎 那你證明不了什麼 損害我剛剛不是說嗎 你要證明你有損害啊 你要證明第一人要有加害行為 哇觀眾沒有 因為你裡面的這個什麼 DINP DHP 這個不是什麼加害行為 那第二個你也沒有什麼損害啊 我剛剛不是說要損害嗎 你也沒有證明什麼損害啊 沒有損害你怎麼可以請求損害賠償呢 所以這都不行 所以他又舉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啦 都說不行喔 就說沒有任何損害 然後呢 被告同一公司呢 他也沒有查驗的義務 因為呢他的 給他原料的廠商呢 同一公司他沒有查驗的義務 他說如果你有查驗的義務的話 那不得了啊 那你的義務太大了 你會查驗不了 然後呢 我們看 他講了一句很有趣的話 我還在這裡講了一句話 你看喔他說 如果我客語這個生產製造商 就是統一公司啦 賣這個保健飲料的 如此無限的檢驗義務的話 並應付無限的商品責任 其結果是什麼 就沒有商品膽敢流通市場 即便上市這種檢驗成本 勢必反映在商品的售價 則這個商品呢流通市場的售價 就不是25塊錢而已 可能是難以想像的添加 這不是消費者之福 那違背呢 市場 經濟市場的效率跟成本效益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概念 就是法官呢他在判決的時候 他想到一件事是 如果我客語任何一家食品製造商 有這麼多的檢驗義務 連他的原料廠商 合法的原料廠商 那怎麼轉價 就用這個Price Mechanism 市場機制轉價 價格轉價 把所有的價格呢 所有的這個成本 還營在價格上 所以各位呢 買到的這個 保健運動飲料一瓶就不是25塊 可能是250塊 那這樣的話怎麼賣 那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觀念 這是我們法律人 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 當我們法官要客語一個被告 損害賠償責任的時候 我們必須同時想到 這樣客語一個被告損害賠償責任 他可能產生的副作用是什麼 而這個副作用 除了是對於被告本身的 不利益之外 比如說被告必須馬上採取 放棄這個製造 保健運動飲料的行為 或者被告呢必須採取一個 防免損害化身的措施 比如說你製造保健運動飲料 但是呢你要經過誠誠的檢查 檢查到人喝的都不會怎樣 那這個就是對於被告本身的成本 這個我們要考慮 另外一個是社會成本 也就是我們法律人會時常考慮到 當我客語被告這樣責任的時候 會不會讓社會成本太大 大到無語呈受 大到呢自由市場無法流通 自由市場無以為繼 這個是我們法律人 會去考慮的責任的副作用 那這一段就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觀念 就是反映了我們法律人 這一方面的考慮 所以他說對不起你不可以 好那下面的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案子 台北地院的這個101年的案子 這個被告呢他告了兩個人 告了製造商跟經銷商 那製造商呢他是賣什麼 叫什麼 11乳酸菌隨身包 結果他含有什麼DEPH 這個物質 然後經銷商是棉花田 那原告請求什麼 請求價款8880塊 這個買8000多塊的乳酸菌隨身包 這好像很多 可能買一大堆他天天都在吃 然後呢還要求非財產的時代賠償 又要求懲罰性賠償一倍 就我剛剛講懲罰性賠償一倍 這個案子他竟然判決言告申訴 這是我唯一看到言告申訴的 好那 言告申訴呢就是依消保法的規定判他申訴 那為什麼判斷申訴呢 他說啊這個 他講的很好玩 他說被告呢 他買這個乳酸菌 來做成隨身包呢 其實呢他是沒有任何過失的 因為他不知道 所以被告第一 這個中天公司就是這個製造商 你看 這是製造商嘛 他說第一個 他認為製造商沒有過失 第二個 他說 塑化劑事件爆發之前呢 塑化劑的成分不是食品檢驗的項目 所以經銷商也沒有過失 大家都不知道啊 塑化劑要去檢驗 所以他肯定喔 他先肯定兩個都沒有過失喔 兩個都沒有過失 可是他又說 兩個都沒有過失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剛剛講過說 這個製造商的責任 是一個無過失責任 然後呢 經銷商的責任 也是一個推定過失的責任 推定過失的責任 好 那沒有過失 可是他判他 說要賠的理由是什麼呢 他說這個塑化劑有害人體健康 那麼禁止添加在添加物裡面 那這個乳酸菌呢 經過檢驗的確有這些東西存在 所以他說啊 被告所提供的商品呢 是不符合當時科技專業水準 可以合理其他的安全性 所以呢不能主張免責或減輕責任 所以這是我唯一看過判原告勝訴的 那這個判決很奇怪了 說你都沒有過失 然後呢 他說啊反正呢 你這個 只要你這個乳酸菌裡面含有這些東西的話 那含有這個什麼DEPH 就不符合當時科技專業水準 這個是這個法官自己這樣認定 其他案子都不是 其他案子都說 那這個法官 這個當初大家都不知道啊 所以他製造產品應該是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 可以合理其他的安全性 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這個案子呢 是唯一唯一判決原告勝訴的 那就賠償了這麼多 賠償了什麼支出的價額 這個可以嗎 我們剛剛說這個要契約責任 檢驗費 這個可不可以啊 那健康沒有受損 因為他可能證明不之外 他有什麼損害 所以呢 不可請求非產上損害賠償 那基本上這個判決呢 這個是哪裡的判決啊 台北地人這個判決 就我們法律的角度來看是怪怪的 但是這是唯一我找到的 原告勝訴的判決 好 那這大概呢就是這樣子 OK 那這是我剛剛跟大家講過的這些 法律的規定 法律的概念 法律的適用 還有案例的分析 那 我不曉得這樣講到底夠不夠清楚 因為你們說上禮拜 聽了講法律的人 在介紹法律就覺得法律很可怕 其實法律一點都不可怕 法律存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天之中 所以是非常親切的一個制度 那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看看各位 因為還有十分鐘的時間 看看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提出來發問 請問一下就是剛剛有講到那個 就是提告可以提升廠商 提銷商之類都可以提告 就是全部都可以告嗎 還是什麼是全能告 在打官司的時候可以全部一起告 就是說賣你的人 比如說我們剛剛舉的那麼多例子 都是藥局嘛 所以你可以告藥局 告他說你賣給的東西是有瑕疵的 那這時候這個藥局要付出賣人的契約責任 就是我剛剛講的不完全給付 或者瑕疵擔保責任 你可以要求他 我剛剛講的你可以請求他修補瑕疵 不能修補那個 那什麼的 蘇貝肌當然不可能修補 那你可以請求解除契約 可以請求損害賠償 這是最出賣的 那對經銷商 還有對那個製造商 你也可以告他們 那同時起訴 那製造商 經銷商你就要用 我們剛剛講的明華上的184條 就是侵權責任 還可以用小保法的第7條 第8條 第9條這些規定 告他那個商品製造人責任 那可以同時來 這是可以的 製造商在表示上面 就是有肉表示 跟就是標示 標示內容跟賣的內容跟一樣 是哪一個會不會有重 肉圍 標示什麼東西 就是有沒有標示跟 就是標示錯誤 就是哪一個 沒有標示跟標示錯誤 有它的添加東西要沒有標示 基本上這種沒有標示 或標示錯誤這種東西 基本上它都只會構成行政責任 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這些被告他可能負的責任 有行政責任 刑事責任 還有那個明示責任 那如果這種標示錯誤 或者該標示的沒有標示 基本上它只會構成行政責任 比如說被處罰緩 這樣而已 除非你能講說未標示的東西 跟或者標示錯誤的東西 而導致人受了損害 那這個幾乎不太可能成立 所以這種情況大部分 只會發生行政責任 就是被客語罰還 花錢 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在那個案子的話 就像其他多數的法院一樣 我覺得原告還是敗訴 因為它沒有過世 它沒有過世 不是它沒有過世 它那個案子最重要的正義的問題 就是到底有沒有符合 那個所謂的當時科技水準 它的重點是在這裡這一句話 就是有沒有符合當時科技 或專業水準 可以合理期待的安全性 那你可以看到多數的法院都認為 因為當初大家都不知道這個東西 都不知道有這個什麼 DEPHP 這是起雲技術 其實大家是知道有這個東西 只是它不是食品裡面該有的東西 所以它的毒性等等 算是知道 那他們的講法是說 因為食品檢驗裡面沒有要求你要去 比方說檢驗這些有害的物質 所以當然不會去檢驗 不檢驗怎麼會知道呢 所以事實上是 大概聽起來好像是這個道理 但是我也不確定 因為這個東西變成 以前事前大家都不知道 也就是當初以所有的 當時的科技專業水準來看 大家不會合理的期待到說 這種東西會在食品出現 所以它在賣的人 他完全都不知道 或者製造的人 他拿到那個原料 他可能也不知道 那如果這樣 我們到底要不要讓他負責 所以你看大多數的案子 我們看看多數的案子 都會判決言告敗訴 所以我們法律上的認定 基本上都會比較重演 比較重演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對一個 完全都不知道的事情 我怎麼樣 因為我剛剛說過 我們法律責任的客語 客語一個人損害賠償責任 他有一個意涵 他有一個意涵 他的意涵是什麼 就是說我客語你這個責任 就是要你不要做這種不法行為 那問題來了 問題是像如果這種東西 是事先大家完全都不知道的 那我如果用客語你這個責任 讓你不要去做這種不法行為 變很難了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是一個法律的抉擇 那可以去告更上流的供應商 就是他在材料的供應 他知道他賣給食品廠 食品廠它是屬於正面表列 不是這個是不可添加的 那他賣一個不可添加的東西 給食品廠的時候 消費者可以從這個角度去告 更上流的材料供應商 當初真的有說不可以加這個是 在食品上面我們的添加物 你來買我的這個東西 我怎麼知道你要加在食品 是喔 化學原料商嘛 這些東西是化學品 那所以你來跟我買我賣給你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要怎麼用 所以他賣的人也不知道 賣的人也不知道 賣的人也不知道 如果假設 那消費者更無從於告他 因為他現在一般被告的都是食品廠 對不對 那食品廠他說我從來都不知道 而且這個東西會加到這裡 我也都不知道 怎麼他會出現的 那這樣的話你要刻意這個人責任 我就覺得有一點過度 有點過度 我都不知道這件事你為什麼可以苛責於我 而且還加到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去告這個原料商 那如果今天原料商知道說 你這個是要加入食品 那我故意去給你一些不應該加入食品的東西 去添加在地裡面 而且你還不知道 那我覺得這樣的話 這個原料供應商是有可能要負責的 只是說他如果說 我也不知道你要加到哪裡去 那就慘了 那就另當別論了 那如果他明明知道 我覺得應該要負責 當然他前提還是說 他到底有沒有造成人家損害 因為像這些 我不曉得你們專家應該比我清楚 就是說 這些東西到底真的對人體 吃了之後會有什麼損害 這個就是最困難 那如果沒有什麼損害大家就別玩了 我剛剛講的 沒有損害什麼都不能告 要是我曾經問 我們可以輸FDA嗎 剛剛有人輸那個衛生署 但是比方說 要是我得到 那個剛剛那個 有的regulation 我知道不是 我直接來輸 對 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說 就是 他問的問題是 那我能不能去告那個 那個 FDA 就是那個管 主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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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種案子是這樣 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案子是 在英國 在英國 就有 有發生很多案子 很有趣 是那個 蓋房子 結果沒想到蓋完了之後 這房子因為地基下沉 那就倒了 就壞了 那就壞了之後 這個買的人他去告誰呢 他就是去告那個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 所以你要賠 要國賠 那 這一類的案子在英國呢 慢慢多起來就是 法官真的判要賠 判這個 主管機關要賠 那在台灣呢 那在台灣呢 很少 至少我看到了 在台灣目前呢 就這種 類似FDA 這種管理機關被告的還是很少 還是很少 沒有 法院裡面唯一我剛剛看到的 有一個案子嘛 結果那個案子也是 也是 因為他只買了一瓶 drink 一瓶飲料 所以他認為說你根本沒有損害 所以你全部的請求都不存在 所以 在台灣是還沒有看到一個 真正被認定有損害 那有損他又去告那個主管機關 現在還沒有 英國是有的 他在土地那邊 請問一下就是 有提到 亂次用重點這個概念來 如果我把這個法律 提得很重的話 其實法官 不太會去敢判這個 就是沒辦法判這個東西 像 但是我們在看新聞有時候 他都說 如果犯了什麼罪 然後最高可以罰這樣 可是 我們之後都看到說 他並不會罰到那個最高 然後 可是這樣 要總 但是他罰的沒有到那麼高 又沒有辦法達成賀主 對我們來說 我們覺得沒辦法達成賀主 對我們來說 要用那個法官要怎麼去補 看病說他應該罰多少罰多少 才可以懲罰這個人 讓他下次不會再辦 好 這個法官在量刑的時候 他要考慮的因素很多 那其實 我們大家一般人看了會說 奇怪咧 我們都說定的刑度那麼高 為什麼每次判的那麼少 其實這是這樣 這是因為一個刑庭的法官 他每天在判案每天在判案的時候 他處理各式各樣的案子 比如說有的貪賭案 有的殺人案 有的強姦犯 有的竊盜犯 有的竊盜犯 有的獎奪案 他都在判 然後他慢慢判 他就慢慢形成一個概念說 什麼樣的行為我應該判多久 他會慢慢形成 所以呢 很多這些量刑的都是一個法官 個人基於他個人經驗 比如說判了一二十年 判了幾年 他的經驗累積 他是一個年輕的法官 他大概會問一下隔壁的法官 說你們如果碰到這種案子會怎麼判 他也會問一下同事 那如果是他已經變成比較資深法官 他是會依據他個人的量刑的經驗 然後去判 所以我剛剛講那一句話說 你如果動不動把 隨便我們假設一個例子 我再舉一個更極端的例子 假設我們今天把他規定說 在台灣只要你犯竊盜罪者 處於無期徒刑或死刑 請問法官怎麼辦 法官就會經常認定你沒有竊盜的意圖 然後無罪 說你不小心把這個杯子放在袋子裡帶走了 然後說是竊盜 然後法官說不行 我如果認定你竊盜 你就要判無期徒刑 不然就要死刑 所以法官就說 那你那時候拿這個杯子放在你的袋子裡 是不小心的 不是故意要據為己有 是不小心帶走 你還是有心會帶回來 就會變成這樣子的解釋 這個蠻極端的例子 但是剛好可以表示我所要說的那個概念就是 當我們的刑法動不動規定那麼嚴重的時候 法官就會不想用 因為他覺得 在他的良知裡面覺得不應該這樣 這就是滿有趣的 滿有趣的 法官的量刑的方法 可以 在這個課上面 老師希望 我希望能夠結論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的話 就是法律其實為了要保障每個人的權益 不管是廠商還是個人 其實它有很嚴謹的邏輯 你們會看到每件事情 你看要證明因果關係 在我們科學研究上 也是最高階的研究 證明因果關係就可以上nature size 對 所以那個都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那要求的品質舉證確實就是一樣的嚴謹 那第二件事情呢 大家在說法官怎麼看不下去這個亂世重點 我覺得他在我們生活裡面 其實法律規範不外人情 在學校裡面也是一樣 你覺得老師如果定一個非常認真嚴謹的規範 就是如果怎麼樣怎麼樣沒有認真讀書 就要退學或者是死當 以前我們是這樣過年對不對 那你覺得老師願意嗎 各位同學想一想 我就要開始想很多加分的理由對不對 因為同學其實是不小心這個碎過頭的 所以其實在漢刑的時候 或者是量罰基本上很嚴格的規範 很嚴格的校規或上課規矩 能夠讓大家勤奮向學嗎 一樣的道理 我想正面的行為都很難用處罰的方式來激禮 所以我們怎麼樣讓大家有專業倫理 怎麼樣大家有高的專業水準 自己自主 其實那個都是我們的理想對不對 那最後一件事情我覺得也是給老師 跟老師在的時候討論一下 我覺得剛才那個陳老師一直在講那個很特別的經濟的觀念 發關那個經濟觀念 大家有沒有聯想到我們食品天家務老師 他的看法 他對這個食品廠商或化學供應商在處理這個塑化劑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是很典型的例子 我們會認為說如果要求品質高就會轉嫁到消費者 然後就會廠商就不敢賣 可是想一想整個塑化劑的發生也是經濟考量 因為平常你在買這種飲料裡面有這一類的乳化劑 本來就要添加的 但是平常你買的這個材料 比方說一公斤要一千塊 現在有人來跟你推銷說現在只要五百塊 那會產生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上次那位添加物的老師 他自己本身也是在做這些食品製造 他說他在這個世界裡面其實就是擦身而過 因為他們的產品然後原料商就來推銷 說你這個全別人都在買的 現在只要五百塊可以省成本百分之五十 那他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是老闆就是這位老商就決定說不用 所以等到爆發的時候 他的百分之五十的discount成本的cost up 實際上不無道理也是經濟考量 所以如果用這種方式去想 除非真的是法官真的是要真的了解市場的狀況 原料的價格是很 你今天如果是你買到黃金 然後不是純的但是用純金的價格去賣 我想我們消費者也都不會 就常識上判斷我們不會接受這種經濟 不能夠說不知道的 所以那位老師就講說其實有些事情 他一定會反映在某些的指標上面 專業人士不可能說不懂 然後地的老太太可能不懂 但是這種b2b的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所以那種經濟型的考量 也真的是要更周全一點 因為我們台灣基本上考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經濟 然後老師這個是在這裡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一學期正好也有那種親身經驗 而且是專家的老師來談食品添加物的問題 謝謝 謝謝孝老師的補充 那看看各位同學有沒有其他問題的 好 那如果 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參加到這裡 謝謝大家